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26课 这就是Lesson 26 The Past Life of the Earth 地球上的昔日生命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那打开书 Please open books on page 155 155页 咱们来看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首先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跟我念 Preservation Preservation Silt Silt Scavenger Scavenger 注意要着话不要读 Scavenger 后面声带震动 所以呢这个K变成G的声音 在那边 Scavenger Scavenger Vole Vole Decompose Becompose Becompose Inacce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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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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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b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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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eont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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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Petersburg Saint Petersburg Siber Sibert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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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ture Venture Bogged Bogged 好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上一样 咱们先来看一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汇 第一个词咱们再看一看 咱们曾经在第一单元讲过 今天来看的更深入的这个保护保存 第一单元重点讲的是动词 咱们现在看更高级的名词形式 大声再读一遍 Perservation Perservation 保护或者保存 咱们先看看精确的英文解释 咱们就知道用在什么场合了 什么叫Perservation呢 When something is kept in its original state Or in good condition 就某个东西被保存在原始状态 或保持在良好的一个状态 就是保存这个东西 让它不变质不变坏 处于良好的这个状态 表示这个意思 它是加字幕大写字幕U 比如incountable不可以数的名词 你比如说 Building Preservation建筑物的保护 不让它损坏 保持完美的当初建好的状态 同样的 Evernmental Preservation 环境的保护 不让环境变坏变糟 那么Food Preservation 食品的保存 不让它变坏 不让它馊了 总之使某个东西处在 刚开始初始的那个状态 或完好的状态 可以用它 它的搭配呢 经常在后面加 这次of 表示什么什么的保护 跟这次of搭配比较常见 你想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cultural heritage 我们文化传统的保护 不让它慢慢的就变质了 而扭曲了 这个heritage 一般可以表示遗产 但这个heritage 经常可以做比喻液 什么建筑遗产呢 文化遗产 经常做比喻液 咱们在前面说过 这是复习了 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 或者保存 可以用它 这是我们看到本文中的 这个Preservation 这个名词形式 那么它的几个行进词 咱们同时看一看没 咱们以前就说过 含义和拼写都类似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也是表示类似的含义 它也是不可署名词 它表示什么呢 The protection of natural things such as animals Plants Forest etc 它表示对于这个自然东西的 自然界的事物的保护 这是它的第一个意思 尤其像动物啊 植物啊 森林啊 等等等等 所以它想到保护动植物 自然环境等等等等 这是Conservation的第一个 最常见的意思 表示这个意思 那么用法很多 你像Wildlife Conservation 叫野生动物的保护 对野生 Wildlife表示野生动物 不可署名词 那评成一个字 还有像Conserv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对于这个乡下 对于农村环境的这个保护 那保护自然的事物 动植物 野生环境 这个这个什么森林植被 用这个词 比较贴切 这是它第一个意思 那么Conservation 还有常见的第二个意思表示 When you prevent something from being lost or wasted 就让这东西呢 不让它失落 不让它减少 不让它被浪费 强调呢 这个也是有保护保存的意思 但我们看到刚才的 Preservation 它表示 是处于良好的状态 这个呢 不让它减少 不让它失落 不让它被浪费 强调这个含义 数量不下降 这在我们第一单元 讲过Conserve Preserve 讲过这个区别 比如说 Energy Conservation 叫做保存我们的体力 保存体力 咱们一会儿要考试 一会儿爬山 不让体力下降 或不让体力被浪费 讲到这个含义 Conservation 附写下两个含义 第一个 保护自然界的东西 动植物 森林植被 第二个 不让某个东西 失落 或者被浪费 用这个Conservation 还有一个 大家能回起来吧 就是Reservation Reservation呢 也有表示保护相关的意思 它的常见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意思呢 它这个 可数名字 Countable 注意这是可数的 表示什么呢 An arrangement for a seat on a plane or train a room in a hotel etc to be kept for you 就是我提前安排一下 这个飞机上 或者火车上的一个座位 或者是宾馆里的一个房间 那么被我保存下来 这表示什么呢 预定 预定座位 或预定宾馆里的房间 可以用它 叫reservation 你比如说 I will call the restaurant and make a reservation make a reservation 就是做一个预定 我一会儿给饭店打个电话 我们做一个预定 预定一个座位 咱们今天晚上都能去吃饭 有这个意思 make a reservation 这是它第一个意思 那reservation呢 第二个意思表示 对某个事情的保留意见 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 可数 不可数都可以 它表示 a feeling of doubt about a plan or an idea 对某一个计划 或一个想法的一种 怀疑的这样一种感情 就是对某个东西 保留意见 对此不敢苟通 有怀疑 我不知道这对不对 但是现在 我提不出反对意见 我是保留态度 就是我不是完全同意 对此有怀疑 这个时候 也用reservation 你比如说 I have serious reservations about his ability to do the job 我对他做这个工作的能力 是严重的保留态度 就是我深深的怀疑 他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 来完成这个工作 这顾宁搭配都可背下来 在写作中是五星级搭配 have serious reservations about something 对什么东西 有严重的保留 这个时候可以用reservation 这个词汇 我们再做一做 当年曾经第三课看过的 六级真体 大家看看 现在做起来 是不是更轻松了 The old building is in a good state of summer except for the wooden floors 这个旧的大楼 现在处于什么 完好的状态 除了这个木楼梯之外 应该是保存完好的状态 那么应该用哪一个呢 A选项observation 咱们很熟悉了 表示这个观察 观测结果 或者是对某事 发表的评论 这都不通顺 BCD三个词刚刚看过 preservation表示 处于初始状态 处于良好状态 那么保存完好吗 跟钢盖的差不太多 但完好状态 这个选B是正确的 那么C呢 conservation 表示保护什么动植物 自然环境 保护某个东西上的数量 不下降 不浪费 这不通顺 reservation呢 表示什么预定 提前先预定 还有表示什么什么 保留意见 这不通顺 选B是正确的 这是我们有复习的 这个保护保存 相关的词 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今天重点看名词 这个词 我们给老师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食腐动物 就像什么突旧啊 这种吃 那些什么动物死了都腐烂的 这食腐动物 这个有复习 这早在第二十课 讲蛇读那棵树 咱们讲过好多好多相关的动物 今天做复习 我们先大声再读里面 Scavenger 中间字母V出现 上牙处下唇 别忘了这动作放V V在那边 Scavenger Scavenger 好 那食腐动物 就吃腐肉的这种动物 那我们来个英语汉吧 我们坐着练习 看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打出英语来 咱马上说中文 做复习 咱们的二十课讲过 Scavenger 表示食腐动物 对吧 那么下面一个 Vertebrate 什么叫Vertebrate 还记得吗 叫做脊椎动物 叫Vertebrate 同样的 Invertebrate 才能猜到 Ion加否定字头了 叫做无脊椎动物 对吧 还有呢 Memal 什么是Memal呢 大家都记得 叫做扑乳动物 叫Memal 对吧 还有像Primate 就是灵长类动物 像猴子啊 人类其实也是灵长类动物 慢慢进化来的 还有像这个Rodent 表示松鼠这种 镊齿类的动物 像老鼠松鼠这种 就Rodent 我们再复习大声读一遍 Scavenger Vertebrate Invertebrate Memal Memal Primate Rodent 好了 不要读Rodent 字母而勾手头 在那边 Rodent 好记得 再接着复习 这个Marsupio 是什么东西呢 Marsupio表示 有带类动物 像袋鼠这种 那还有呢 像这个Crastation 表示有这个甲壳类动 就有壳的这种动物 还有像Biped Biped表示呢 两足路动 BI表示两个的 同样的Cordupid 表示四足类动 因为Cordupid这字头 表示四个的 还有像Pray 表示什么 是捕食者还是被捕食者 应该是被捕食者 或者发现是猎物 捕食者是Predator 这是捕食者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Marsupio Marsupio Crastation Biped Cordupid Pray Predator 好记得 这个是我们20课知识的复习 今天看的是石浮动 是中心词 这个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一看 这个腐烂 在第一课见过 有复习 有新知识 大声来读一遍 Decompose Decompose 叫做腐烂 或者是烂掉了 什么意思呢 To decay Or make something decay 表示烂了 或使某个东西烂掉 所以这个Decompo 这个词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它非常像我们第一课讲的 Rot和Decay 这两词 先看这个词吧 先看个不集物动作用法 Fallen leaves Gradually Decompose 落叶 慢慢慢慢会腐烂掉 这是本身处于腐烂了 也可以是石腐烂 你看 The fertilizer Releases Nutrients Gradually As bacteria Decompose it 它是这个 Fertilizer 就肥料了 肥料当这个细菌 让它慢慢腐烂的过程中 会逐渐地释放出营养物质 Fertilizer 是肥料 Bacteria 附属名词是细菌 这个Nutrient 表示营养物质 这个Decompose 是其物动作后面加冰语了 这It 就指前面Fertilizer 细菌 让肥料慢慢变烂的过程中 释放出营养物质 这是Decompose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这是咱们立刻回忆起来 第一课讲过的 Rot和Decay 它的用法是一样的 也是腐烂 或者食腐烂都行 我分别再读一遍 Rot Decay 那么集物不集物都可以嘛 你看先看 这个Rot Too much candy will rot your teeth Or make your teeth rot 吃太多糖果 可以让你的牙烂掉 你看第一个是集物的 第二个是不集物的 都可以 Decay可以替换 Too much candy will decay your teeth Or make your teeth decay 都行 这是腐烂 我们第一课讲过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Decay还有另外一个译 这个意思表示衰落衰败 每一况愈下 慢慢不如当初的状态 衰落 这个时候一般咱不用Rot 回顾这句话 Each civilization is born it culminates and it decays 每一个文明都会有诞生 顶盛 然后慢慢会衰退 衰败衰亡 Decay表示这个意思 我们在第十一课 这个如何变老 这个里面也大概提过一次 我们再读一下达到鼎盛状态 这个动词 大声来没 Culminate Culminate 动词原型 但是把后面这个字母S 去掉就好了 这是表示腐烂 相关词可以放在一块记录 然后我们再恢复一下 这个在第十六个讲过 这个pose 这个字根 本身就可以表示放置的意思 本身表示放置 那我们做做复习 看看这个几个单词 分别是什么意思 一样的 我打出英文 咱们说中文 看大家能不能迅速回起来 十六个当代诚实中 讲过的几个词 你像impose Poic表示放置 I am表示放在里边 强行放在里边 叫强加给某人 impose something on 什么什么 把前者强加给后者 还有呢 像expose 那x表示外边 放在外边了 这是暴露 对吧 还有像propose 建议或者求婚 你放到前面了吗 把戒指放在你面前了 把这东西放在你面前 供你考虑 所以建议求婚 就propose 还有呢 oppose op表示对立 放在对立的位置 表示对抗或者反对 对吧 还有像dispose 要着话了 不要都dispose 都能dispose puc是放置 那么disp是分散 从中心分散 从中心分散到四面八方 放在那 这刚好表示 这个布置 布署 或者安排 原来在中间 现在这放一个 那放一个 布置 安排 还有我们像 interpose inter dispose dispose 离开了 刚好腐烂 或者分解开了 烂了吗 对不对 还有像transpose 这边都放在这边来了 因为trans表示 就类似中文中 穿过去那个词 是互换位置 这边放在这边 这边放在那边了 互换位置 还有比较难的 jaxpose jaxa 就是beside 在旁边 放在旁边 刚好是将什么什么 并列或并排 我们大声跟老师 再读一遍 depose compose decompose transpose juxtapose 好 这个词 我们哥老师 就看到这 下面我们再来看 一个重点词 就是这个 难以到达的 无法到达的 这个有我们 第三册知识 48个知识的复习 也有新知识 跟老师大声 再读一遍 inaccessible inaccessible 难以到达的 或者干脆指 无法到达的 什么意思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difficult or impossible to reach 就是到达很困难 或几乎不可能 到哪里 它叫inaccessible 比如说 the country consists mainly of dense jungles and inaccessible mountain ranges 这个国家呢 哎呀 地理位置可不好了 它主要是由那些密林 和难以到达的一些山脉 来组成的 这大山 根本人翻不过去 inaccessible 表示难以到达 或者干脆无法到达的 它的借词搭配呢 后面一般加to 对什么来说 无法到达 后面很好理解嘛 对它来说 后面加借词to 比如说 the bathroom is situated at the top of a flight of stairs making it inaccessible to the disabled 所以这个卫生间 位于什么呢 一段楼梯的顶部 a flight of stairs stair都知道叫楼梯 a flight表示 两个平台之间的这么一段 楼梯的一段 叫a flight of stairs 位于这个顶部 怎么样呢 making 也是到军末 引出非非东西 当结构状元的 结果使得它 怎么样呢 对于残疾人来说 无法到达 推论椅上不到这个楼梯 使得残疾人 无法到达那个地方 the disabled 范指残疾人 disabled形容词 前面加定式的 好 我们再回顾一下 四册的第48课 四册48课里面的文章 它说 就这么一句话 in this much of old world there are still thousands of places which are inaccessible to tourists 在这样一个旅游频繁的世界上 依然有数以千计的地方 游客根本无法到达 这是inaccessible 我们叫借词to 这是无法到达的 它的反义词呢 就是可以到达的 那么把in去掉之后 就好了嘛 可以到达的 可以企及的 我们打成那边 accessible accessible 可以到达的 对吧 那么后面一般呢 还是加借词to 咱们先看一个 不加借词的 the village is isolated and accessible only by helicopter 这个村庄 于是隔绝 只能通过直升飞机 才可以到达 accessible 表示可以到达的 对于什么来说 可以到达的 我们还是加to 比如说 all parts of the museum are accessible to wheelchairs 这个博物馆的所有的地方 对于轮椅来说 都可以到达 轮椅都可以到达 这个地方都是pool 没有像楼梯这个东西 加借词to 叫对什么来说 是可以到达的 它的中心词access 也是非常重点的词汇 两个含义都特别重要 而且搭配也特别重要 第一个 我们大时间读一下 access access 它做名词 常见语词有两个 第一个是接近 或者进入某个地方的方法 或者通路 能够接近 或进入某个地方 一个博物馆 一个什么警察厅 接近或进入某个地方的方法 或通路 那后面借此一般家to access to 通往什么什么的方法 道路或通道 你比如说 the only access to the farmhouse is across the fields 唯一的通往这个 这个农场的房间的这个通路 就是要穿过这片田地 这片农田 access to 就通往某个地方的这个通道 或让你接近某个地方的方法或通路 这是后面借此to 它的第二个意思呢 也是access 表示使用某个东西 或接近某人的机会或者权利 这就更抽象一点了 能够使用某物 或者能接近某人的机会或者权利 这个搭配记录叫have access to have access to 能够接近或者能够去使用某个东西 你比如说 students must have access to a good library 那么学生呢 必须得能够使用一个好的图书馆 就能够有这个使用一个好的图书馆的这么一个权利 have access to 如果没有图书馆的话呢 教育没法完成了 only high officials have access to the president 只有高官才会接近总统的这个权利 have access to 后面跟人跟事物都行 high official就是政府的高官 那些高层 这是我们看到 inaccessible 这个相关的一些词汇 包括它的含义 包括它的搭配 把它同时记住就好了 这个单词跟老师就看得准 下面咱们再看一个重点词 就是这个古生物学的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paleontological 注意个儿比较大 paleontological 注意这个第一个是英式评写 第二更简洁的把AE两个字母 并成一个字母E了 这个美式评写更简单 更不容易拼错 我们再读一下翻译啊 paleontological 就古生物的 或者古生物学的 比如说 paleontological museum 古生物博物馆 像陈列一些什么猛马像啊 什么大恐龙啊 international paleontological association 国际古生物协会 这是古生物的association 表示某个社团协会或组织 它的名词形式呢 就是古生物学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aleontology paleontology 前面还是英式评写 后面是美式评写 什么意思呢 the study of fossils as a way of gett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life on earth and the structure of rocks 古生物学是干嘛呢 是这样一个研究 它研究这个化石 fossils 咱们第一课见过 作为一个方式 来对到关于地球生命的历史的 或者有关这个岩石结构的这个信息 这是古生物学 再大声读一下 paleontology paleontology 古生物学 你看这两个词的评写都特别类似 那明显出现词根了 还包括那个古生物学家 同时记住吧 大声里面 paleontologist 再来遍 paleontologist paleontology paleontologist paleontological 这几个词可以同时记住 古生物学 古生物学家 和古生物学的 这里面有明显的字根 就以paleontology为例 这前面有个字头特别重要 就是paleo paleo 但英式拼写是laeo 在这个字母E前面 在这个字母A 表示什么呢 表示ancient 古代的 后面叫onto 就o n t o 这四个字母放在一块 一般表示 being存在的人 或者生命 logy 或者ology 多次说过就要去研究 研究古代生物的 这个学科 叫古生物学 非常好记 变成短语了 叫paleontology 是这么来说 我们多看几个 你像paleobotany 表示古植物学 botany本身就植物学 研究古代植物的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aleobotany paleobotany 古植物学 还有呢 像paleanthropology paleo 这还是表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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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了 anthropology 人类 这古人类学 大声来读一下 paleoanthropology paleo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咱们的第一回头讲过 人类学 还有像paleolithic 那么 其第一个字母 p大写小写都行 什么呢 叫旧石器时代的 这个前面这个 paleo还是比较古代 这个lithic 这个lith lith 表示stone 表示石头的意思 我们ic 是个雄丝后缀 刚好 就古代的石头的 这个 旧石器时代 反正古代 在这石头 这个词 我们大声 我们大声 再读一下 paleolithic paleolithic 就旧石器时代的 那你比如说 the paleolithic age the paleolithic x 这个旧石器时代 age 比较时代了 旧石器时代的一把斧头 都可以用它 叫paleolithic lithic 注意表示 跟石头相关 可以同时记 那么顺便同时记住 新石器时代的 你看lith 还是比较stone 石头 前面那个neo n-e-o 是不是特别像new 这个词 总翻译就类似 它确实表示new 新的 搞新的 再加石头 再加熊字后 这叫新石器时代的 我们大声来一遍 neolithic 叫做新石器时代的 同样的 可以作为 看一些例子 the neolithic age 新石器时代 neolithic tools 新石器时代的 一些工具 这是我们把这个 古生物学的 paleontological 相关的几个词汇 把同时记住 记住这几个重要词根 举一反三的 记忆效果就快了 而且呢 速度快 而且呢 我们 它很不容易忘记 因为这个单词 变成个短语了 这个词根老师 看到这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再看看这动词 venture 表示冒险 去某个地方 大声再度下 venture 什么意思呢 venture means to go somewhere that could be dangerous 去一个可能有危险的地方 叫冒险去某地 你比如说 when darkness fell he would venture out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他呢 常常会出去冒险 到外面去 说明外面治安不好 他冒险到外面去 这个夜色降临 the darkened felt 来说fall 黑暗 降落下来了 夜色降临了 这个wood表示 过去的习惯性的动作 是表示这么一个 那再比如说 she paused before venturing up the steps to the door 他在冒险 上上 走上台阶 到大门那里 以前呢 停顿了一下 或者他停顿了一下 before fun 然后冒险 走上台阶 到了门那去 说明这屋里边 可能有个危险的人物 他犹豫停顿一下 然后就冒险 走上台阶 到了大门那里去 这是冒险去某地 叫venture 就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里有 冒险做某事 这个意思呢 这里面出现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vent 或者有时候 就是三个字不 ven 一番表示来 来 冒险去某个地方 他来了呗 这个人到这来了 所以venture 有这个意思 举一番三 都可以多看几个 比如这么多次 叫我的名词 advent advent表示 重大事件 或人物的到来 还记得吗 他表示 耶稣降临节 ad 这字根可以表示 去做某事 像动词不定是to 刚好to come 来了 这个人到这来了 来了 耶稣降临了嘛 我们再读一下 advent advent 派生意 就是重要事件 或人物的这个来临 或到来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冒险 或者奇遇 我们大手都叫adventure adventure 某人来到某个地方了 还是某人来了 来到这个地方 他有什么什么奇遇 冒险或奇遇都供他 再比如invent 来到里边来了 以前没有 现在到里边来了 发明出来了 面试问试了 所以发明叫invent 到里边来了 我们都放到里边来了 有这个东西原来是没有的 再比如发明家叫inventor 还有像发明invention 就顺便一组词同时记住了 还有像prevent perie是提前的意思 提前来这 是表示预防它发生 我提前先来了 挡住你了 对 我们再读一下 prevent prevent 当然名词预防叫prevention 还是跟来相关 提前来了 对 还有像intervene intervene叫干预或者干涉 或者调节 或者斡旋 inter 多次见过 表示between 那么它中间来了 到中间来了 原来它在一边看着 现在到中间来了 干预干涉 或调节斡旋 大家上海读一下 intervene intervene 干预干涉 或调节斡旋 名词是干预干涉 调节斡旋 意思一样 别的名词大声那边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就是来到中间了 再不说convene 就召集或者集会 为什么 see you and come 可以叫together 在一起的意思 来到一起来了 是不是召集 或者举行一个集会 我们大声那边 convene convene 同样召开的这个大会 就可以叫大声那边 convention convention 还有它的派声音 像习俗惯例 或者双方签的协议 习俗惯例 是大家来到一块 共同都这么做 变成习俗 协议是双方到一块来 才能签署 所以大会 习俗惯例 或者说协议 都可以用convention 这个字 还像controvene contro表示 对立对抗against 来跟它对立了 刚好就触犯 有本法律 规章制度等等 大声那边 controvene controvene 就来跟它对立来了 那么同样的 违犯 法律和徽章制度 可以用名词 controvenson controvenson 好记 再表示revenue 这个re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表示again 第二个表示back 在这表示回来 又回来了 到那儿呢 一开始出息 现在又回来了 刚好叫收入 或者税入 或者税收 这个不能指人 一般是政府 或公司的 这个公司的 这个税收 或者这个税入 华尔街的投资 现在又回来了 叫税入 这个这个税收 或者一个政府公司的收入 可以用它 叫做revenue 好 这是26课的一些重点词汇 里面有一些词 搭配和含义 在生活中 用起来都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好 26课 生词段 一根老师 就看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